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随着 哈哈 闻开 顺 一箱 你 在探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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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yara l'akha khak sahh chya O'm ye dàma hai to fee ce肯ya wa hiti ndakhin tan своего jaktu Haya an de tenkhen ziyun ru da e obad ma called my hamana Ouha O'm ye dàma hai to fee ce happy wa hiti ndakhin tan твоang nightu Haya an de tenkhen ziyun ru da e obad ma called my hamanaunda Asuha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这种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锤炼我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能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我会想上师的这个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境界当中 就是讲修行之过 那么这个过分三个方面 如果没有心 怎么样利益众生 然后作者已经灭尽了 后来怎么样起作用 然后没有心 在佛陀为之之后虽然没有心 但是也可以利益众生 大概在三个方面阐述 首先第一个问题 在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牟利如意足 无心能满愿 应付欲输愿 诸佛叶先生 这里有个小乘性人和世间的一些人们 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他们认为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的时候 愿你一切能取所取 有始无始的一切执着分别念 全部都没有 那这样在那个时候 得佛位的时候 怎么会是利益众生呢 因为利益众生一定要想 有一个分别念 这个众生很可怜 我应该帮助他 他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这是有不可缺少的 很多这方面的行持 或者说分别念没有 他怎么会是利益众生呢 我们也是世间人的角度来讲 我今天要帮助别人 首先必须要有一颗心 没有一颗心的话 利益众生的潜行没有 最终也无法成功 利益众生之事 因此他们都认为佛陀所谓的利益众生 不成立的 因为佛陀没有分别性的缘故 这样说的 那下面我们众观者 对他进行回答 说你这样的辩论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没有利益众生的 能去索取的执着分别性 这是佛陀确实没有的 但没有的话也实际上是可以 造养利益天边无际的 无量无边的可怜有情 这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这个成立的道理 就是从比喻 有一些比喻来说明 就像我们如意宝 如意书 这些虽然没有分别性 但是他可以造养利益众生的 比如说像《牟尼宝》 一般《大乘波罗经》当中 也有记载的 说是这个牟尼宝 他就能遣除众生的各种病 或者是服务 能热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些疾病 同时他可以能满足众生的 各种义务 仪食 以及资具等等 同样的道理 还有我们所谓的如意书 如意书有关经典里面讲 在天界当中 天人的部分 所显现的如意书 这个如意书 在极乐世界也有 三十三天也有 天人的坑洋 也有 Coll心 天人的坑洋 情图 更加战争的这些设计 事件好似乎的 人的坑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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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位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任何能取所取的分别念 但是因为因地的时候 他发了殊胜的愿 让众生的福分 这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他就完全可以让众生获得利益 就像是燕光照耀整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莲花自然而然会开启的 所以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犹如眼光照 成熟莲花期 如是佛出师 成熟心得尽 佛出师的时候其实有缘的众生 佛出师的时候佛虽然是没有分别念 我今天帮助这边的人 明天帮助那边的人 就是没有这样的分别性 但是心里已经成熟的 因缘聚合的众生一定会得以清净 他的心里得以清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人修捧它 它称逼人识 随时尽旧愿 灭 毒 拥有存 这个是另一个课刊 意思就是说 作者指的是以前 菩萨是有分别性的 然后后来融入法界 没有分别性 因此作者灭的话 后来欺负用都不可能吧 有些人可能怎么想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他也想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当时就非常诚恳的一颗 善良的心 我们在佛的广传当中 都看得出来 不管是变成旁生也好 不管是变成 什么样的人都要想利益众生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这种利益众生的心是相当切的 但是后来获得佛果的时候 按照我们《大乘经典》的说法 佛陀是没有能去说去的 这个那个 或者你和我 这样的执著能说 我和我说都没有 但既然没有 怎么会是利益众生呢 如果有了自他的辨别 或者想利益众生的分别性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心早就已经灭完了 这个前面 我们也前面都已经讲了嘛 说是有心灭果未胜症 已经讲了 心已经灭了 所为获得了清净的神 这样一来 怎么会是利益众生呢 下面都是用这个 也是以一个比喻来说明 首先就是说 虽然佛陀在因地之后 这样的分别念 现在是没有 现在是想利益众生的这种心态 已经灭完了 但是后来因为 以前的这种清作的功用力 现在也可以照样利益众生 这个利益众生的比喻 以前是有这样的 有一个人 他是发愿 看见很多的众生 得一些农病 奉饰 就是因为龙王不高兴 造成的一些疾病 然后他想制着这种病 最后他自己修着大鹏的法 因为大鹏的法 一般制着这种龙兵的对治法 然后他就通过仪轨和通过注语 修完了以后就修成了 修正之后 他为了后代的一切众生 用他的注语和仪轨 加持很多的材料 什么石堆 木块等等这些 然后就启成了一座塔 一座大鹏的塔 然后这个大鹏的塔 在在世的时候 这个大鹏的塔 不管是人见到他 听到他的一些接触的声音 或者转绕礼拜的时候 都能遣除这种疾病 当时这个人在世的时候 有千千万万个人 通过这种大鹏塔 也是生育了这种病 后来这个人已经实现圆寂 他实现圆寂以后 过了几千几百年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原来的塔 还是仍然存在 然后依靠他的力量 也就是说人们见闻他的话 也同样地 遣除他们的疾病 为什么被这样的 Brianna Temple 跟这一座问题等等 太优优独播剧场——文西录和艮 原来包心 climat 就是跟大家说人们的赯休想 这个颜色 但是你接从你们Тens аша不信我们拿 hiç 还有没有出现 通过这个 Theatre 右边 quas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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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修菩提心 愿成正觉他 菩萨水入灭 能成众利益 那么从意义上 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修持大乘菩萨道 露入万行的菩萨 在因地的时候的确也是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布施 持戒 一直行持大乘的波罗波罗蜜多 在那个时候 有分别念的 向利益众生 我们就像《入行论回向品》里面所讲的一样 没有义父的众生 我就变成义父帮助他 没有这种饮食的众生 我就变成饮食来帮助他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菩萨大愿 就是这样发愿的 但是最后真正是变成了佛陀 能取所取全部消失了 烦恼障和所持障全部灭尽了 然后尽所有之和入所有之已经显现了 完全成为众生的这种 护主的正觉他 在那个时候 有没有分别心呢 分别心确实是没有的 因为那个时候 菩萨的整个因地的智慧和因地的思想 就是我们所谓的心事 全部都是灭入法界 一点一地也是找不到的 但是利益众生 完全是可以成办的 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面前 这样祈祷的话 什么样的祈祷呢 满什么样的愿 获得什么样 赐给什么样的喜地 就是入中林里面 也是有一个比喻 比如说陶石刚开始的时候 开始用轻作 用一些功用来旋转 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 这个功用就已经没有了 但是没有功用的话 陶什么机器直接旋转 做品质等等因 同样的道理 什么若是无头发生性 现前随无功用力 有众生善与愿力 谁也横转 不可舍 有这样的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就像刚才陶石的比喻一样的 佛陀发行神 在现前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众生面前 像释迦牟尼佛的 向好庄养的这样身体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原来你在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 或者说我们凡夫因地的时候的 那种功用和那种发行 就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 众生的善愿和菩萨的大愿 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 佛陀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 永远都是不会间断的 一直恒长的旋转 这种利益 这种缘具 也是不可思议的 有机会在哪里 czę门副的奥 是那种顶部的开目 除了 我算是这种是吗 真是这种 还是针到的 不可思议的 那种 dick 1971还会有什么 在这种小社会的行事 对 全家公子之间 虜和上一家 这种人的体购物 这带才会有什么 但是现在我可以够出起来 在这种追求的 就是这种最后一家的 我 blamed人家具体的 是这种家门都在这种 感谢观看 我们下面讲 佛陀虽然没有这种心 但是实际上也是同样的 我们称为应共兔的意思 他这里主要是声闻称为主的 有一些小声信人这样说的 因为佛陀没有接受供养的心 能去所去全部都没有 分别心也没有 那这样怎么会是得过呢 如果真的是有供养的心 然后对方也有接受的心 这个人今天给我供养了多少 那个人给我供养了多少 那有这个心以后佛陀也是向你报答 向你汇报也是可以的 但是佛陀是一切执着分别心 宵夜法界的一种法界智慧 那这样怎么会是 我们去供养 会获得宝银呢 这个宝银恐怕不合理吧 有些可能这样想 佛陀相当于是无形物一样的 无形物我们对师徒供养起不到什么作用 我们对品责或者是一些一座山 我对他供养多少个心盈财宝 对我没有什么 那所谓的佛陀也是不是这样呢 哦 绝对是不一样的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没有心不一定是得不到他的福德或者水晶 为什么呢 像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要进一步地去研究 要懂得了佛陀最深奥的一些利益 最深深的一层利益 就像一些大乘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心得不到利益的话 那么供养舍利 供养舍利也不应该获得利益的 因为舍利没有心的缘故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承认 为什么呢 佛陀亲自在有关的经典当中 就是说是供养舍利的话 完全有功德的 就是佛陀在转绕佛塔经 应该转绕佛塔经吧 在这个经典当中也说过 若人清净心 供养诸师佛 灭后罪以他 功德无差别 有这么一个教证 如果有些人以清净的心 供养诸师佛 就像释迦牟尼佛 还没有涅槃的时候的佛一样 或者有些人以清净的心 佛陀就是涅槃完了 然后他的依他 舍利塔也好 供养的话 那供养的话 这两个功德完全是相逢的 所以有关这些经典来说明 没有心并不是得不到功德 如果没有心得不到功德 那佛陀为什么说啊 就是供养他的舍利 跟他一模一样的 绝对不会说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 供养佛陀的舍利 供养佛像 这样的功德 真的是不可思议 以前《波斯宁王七文经》 当中也是有 不论是对佛塔也好 佛像 礼拜 还有恶徒触碰 我们这个恶徒触碰 那么这个人将来变成了殊胜的宝器 然后受到了 天生和众人的尊敬 这个经典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记得 就是《波斯宁王七文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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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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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共以证书心 尽作皆获佛 如共事有佛能得国宝战 他这里就是说 那么供养佛陀虽然是没有信 但是供养佛陀获得的功德 跟小乘众所说的应该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供养佛陀以清净的心供养佛陀 不管是你们小乘信任所说的实有佛陀 真实的佛陀佛陀的身体也真实存在的 所供的功品也真实存在的 最后所得到的利益也是真实存在的 这样的想法也好 或者说我们中观大乘众所说的那样的 虽然在显现当中佛陀的清净色深也是一种幻化的 然后我们众生的心也是幻化的心 所得到的这种果位也是幻化的果位 这两者应该是相同的 为什么相同呢 因为你们小乘众也说是供佛有功德 这是用经典来作为依据 我们大乘佛教徒也是以经典作为依据的 只不过你们承认是实有的佛 这个辩论前面也讲了 你们承认供养实有的佛陀的时候 能获得了实有的果报 而我们供养虚幻不实的佛陀面前去供养 然而获得的这种功德也是相而不实的功德 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除了这个以外再没有别的差别 所以我想这样的教理 汉传佛教当中也是以前欧义大萨 它是这样说的 说是以如幻根缘如幻佛 灭如幻罪得生如幻佛 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如幻一样的眼根 就是缘如幻那样的佛像或者佛陀 那这样灭除就是幻化 如幻化般的罪业 最后获得了幻化般的福德 所以我们就像《大圆满虚幻虚心》里面所讲的那样 所供的对境也是幻化的 供养者也是应该幻化的 那么公平和功德全是幻化的 那这样的幻化也是在我们幻化的世间当中 都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最后的时候就像《圆觉经》里面所说的那样 幻灭绝严满 绝心不动骨 有人认为最后所有的幻全部都灭了 这个时候绝心已经圆满了 但这种绝心不可动摇 真正是得如来真正确的果位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应该要继续如幻如梦的这种赐量 这是非常的重要 Crypt of the Heaven and the Heaven and the Heaven demek 那个醒夜渭了 您可以变成了 max东西要试取 去趁于 report 我觉得 好像在这种赐量 还是 对 绕 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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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